欢迎收看传媒对焦 距离美国大选还有一个月 民主共和两党支持度不相伯众 被媒体点名的六个决性关键摇摆州份 选情交着 连民主党的人士也预测今届大选 两党获得的选举人票会非常接近 特朗普能不能连任 拜登会不会夺取白宫的宝座 今个月的民情和选情都是至关重要 美国2020年第59届总统选举 在11月3日举行 选民要选出总统选举人团 而选举人团在12月14日投票 选出新任总统和副总统 同时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 以及参议院33个议席也进行改选 从而产生第117届美国国会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推举候选人特朗普争取连任 立马拉雅大利亚 是在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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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ISIS是霸佔的 Iran是霸佔的 和戰爭的戰爭 沒有結束 Unlik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我保持美國的新戰爭 我們的戰爭是回家 拜登的沉迷 美國失了一在四個工程的工程 他們不想聽說拜登的聲音 他們想要他們的職業回復 他們是有這麼容易令到其他人接受的 但是他們都過了四年了 在四年裡面 他們經濟來講 一直到今年2000年 2020年 頭三個月的時候 仍然是好的 後面有了疫情 過一個疫情 經濟才是倒退 而至於在其他挑戰者來講 例如拜登 他可以自由發揮 怎樣批評特朗普也沒關係 因為他還沒做 還沒做 只不過是說出來 希望美國人民接受 新冠疫情下 特朗普堅持在多處舉辦競選集會 包括9月中旬 在內華達州一家工廠 大約有6,000多人的室內拉票活動 雖然州長評擊是魯莽和自私 特朗普堅稱 主要是不想民眾有恐慌 但是我否認 他有些政策 在最初疫情開始有的時候 他自己的反應是慢了 疏忽了 輕視了 這是他的缺點 但是至於說經濟有沒有受影響 就看看你怎樣去宣傳 因為我否認這個是事實 在疫情發生之前的那個幾年的美國經濟 是相當好的 這個就業率是接近全民就業 所以疫情對他來說 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 現在所以他唯有就是用這件事 而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就選出候選人拜登 他則更改為線上舉行大會 其他拉票活動都是遵守限聚隔離規定 這個也是本街大選遭遇全球新冠疫情新常態下一種特色 給人們晉晉 在地球上 他們會找到人晉晉 都是它的言語 我們現在的地位 現在的政策 他們現在就花底下 美國黑暗力 都花了很多耗窩 太多慌 太多疼 太多尷尬 拜登在他的民主會叫他 круп於民主 因為他經常說錯話 但是在過去的長時間來說 拜登說不了美國人聽 他會有一套方法 做得比特朗普更好 而拜登的弱點就是 他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政經 民主黨四年前甚至今年這兩次黨內初選 另一參選人桑德斯都是得票第二高 桑德斯表示私底下曾建議拜登的競選團隊 要多說醫療保健和經濟議題 這也是爭取新移民 賴丁裔選民的方法 這就更加會影響選情 而為什麼拜登會出來 而不是其他人呢 就是因為民主黨內 都不認為有人會贏得共和黨 踏入9月 美國西岸山火鳥縣 火光紅紅染紅了加州上空 還有自從非裔佛洛伊德 被指因為警察跪頸致死 而觸發抗日持久的黑人平權運動 這兩大事件對大選又會起到什麼影響呢? 還有將社會秩序重新帶回去 這件事對於鄧朗普的選情 我認為是不會太大的 而加州的大火是經常都會發生的 所以對鄧朗普的選情 我就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負面影響 而另一件事呢 加州本身是民主黨的大本營 它用選舉人票 選舉人票你贏就贏了 拿了全州的選舉人票 對鄧朗普來說 早已是你的狼中之物 你早已拿了選舉人票 所以對特朗普的選情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而對方贏定或我們贏定的話 大家都不會放太重的資源下去 黑人平權運動最近幾個月 在多個州份多個大城市鬧得沸沸揚揚 但民情其實也不是一面倒向自由派 也有非裔詬病民主派陣營 以非法移民的利益 放在原有國民利益之上 在10年或多的住民主派陣營 但仍然有公民民主派陣營 在這裡 有些人一定不是的 大部分都是賣他們的一套的話 想回你 這個無關的事 疫情會不會再過 因為沒有疫情之前 我是做得最好的 我的經濟的政績是好過其他的 在很多美國人心目中 是認為未來很多年之六的東西 都會跟它一樣並存 就算現在有了這個疫苗 但是這個疫苗是給現在這種疫苗 並不是以後都是用同樣的疫苗 所以美國人民來說 等如像加拿大一樣 大家都認為 是會跟這樣的疫苗共存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就等於我們對待這個流氧一樣 特朗普74歲 拜登77歲 這場總統競逐被外界棄稱為老人決戰 對於對手 特朗普指出拜登在民主黨黨內初選辯論時 根本無法說出完整的句子 但後來的表現就不一樣 質疑拜登可能為了表現更好而吃了藥 而拜登陣營未有對此事作出回應 就是一定會是過80 而另外在很多出來見人各方面 拜登是不及得特朗普的 至少說這個體能方面都是 本屆大選民主黨的一大亮點 是公佈現年55歲加州參議員何錦麗 當副總統候選人 這會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 獲得提名副總統候選人的非白人女性 如果勝選就剔造了歷史性的新紀錄 如果給我做一個預測來說 我覺得未來是會出現其他有色人種的女性 這個是很順美成章 用時差去看 因為既然你接受了一個黑人的男性 例如歐巴馬那樣 那黑人女性為何你不接受呢 同時有一樣就是說 因為今次這個黑人女性 它有印裂血統的 在我接觸的人裡面來說 印度裂是很喜歡政治 很喜歡參與政治的人 而在美國這麼多印度裂的人 所以印度裂是有色人種 出來挑戰到重要的位置 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但是飛越學者兼作家 Cherrylard 讚文表示 黑人女性一直是民主黨最忠實支持者 但是從來沒有在黨內 甚至是決策機關內 有足夠代表性的聲音 他說黑人女性交給民主黨的托付 往往沒有換來足夠的認可 很多時候我們在美國總統 競選的時候 大選的時候 都有一個叫十月驚奇 因為是十一月才選 十月有幾個禮拜 而那幾個禮拜 發生任何重要的事 都很可能影響到事情的發生 而今年我相信也不會有例外 但是因為今年有一個疫情在這裡 疫情是由其他外來的地方傳入到美國 所以它的外交政策 和對外的政策 或者對外的接觸在任何方面 影響到大選 而影響的程度 總統大選手場辯論已經在九月底舉行 有傳媒形容 辯論混亂 雙方互相攻擊多過談論實際國家圓景 事隔兩天特朗普去Twitter宣布 自己和第一夫人都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雖然屬於輕微 但消息已經震動各界 接下來會不會取消第二輪電視辯論呢 會不會影響他參選的最後衝刺呢 雷將之爭不到最後一刻 每天都有未知之數 選情變幻莫測 各位如果想重溫以上節目內容的話 可以去到本台的網站 點擊節目重溫裏面的傳媒對焦就可以了 再會